佛对我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开示 开是启发 是研教 是是表演 做给我们看 我们今天讲 神教 开始研教 身心研教 就是开示两个字的意思 不是只说不做 也不是只做不说 是又做又说 佛教跟我们放下 他全放下了 从四上表演出来了 你看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中国古人还有 学不俊 教不应 他老人家的学识圆满了 没得学了 他只有教 真的是 教不应 教不倦 不应不倦 来这不居 去这不留 平等性 你看 不分国籍 不分族群 也不分信仰 当年在世 无论信仰 什么宗教 你跟他学 他都会很热心 教你 从来不会拒绝一个人 好老师 又不收学费 他生活很简单 居无定数 过的是流浪生活 大家欢喜他 两目他 愿意追随他 经上记载的 长随众 就是跟着他的 不离开他的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所以要邀请这个团体 到他那个地区 去讲经教学 不是简单事情 不是请一两个人 要请一千 点半五十五人 加上释迦牟尼佛 五十六人 一千二百五十六个人 这么大团体 如果没有顺利 没有财利 负担不起 请这么多客人来 不是请几个 几十个 所以当时 能够邀请的 都是过往大臣 大副长者 有能力 请得起 引擎佛陀 佛很随远 这些过往大臣的别墅 花园 来供养他 他也落意 也能去 住几天 住几个月 或者住个两三年 有 其数捷 孤独月 住灵精神 佛都曾经 在那里住过几年 一些重要的经论 都在那个地方讲的 这是世尊给我们实现 表演的 你看他真放下了 在那里住过往大臣的 都会 都会 在那里住过往大臣的 有没有 我 在那里住过往大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